好 再來我們來關心的是重要的新聞 就是這個普發現金6000塊錢 到底有沒有可能呢 在這個過年之前完成 讓大家領一個紅包呢 那也會不會是因為 就是因為蘇貞昌宣布說要發6000塊 結果惹毛了蔡英文 成為他凹不下去 必須要下台的最後一根稻草呢 因為現在傳出蘇貞昌終於要請辭下台了 那如果以發放現金的時程來看呢 1月13號 如果朝野協商延會呢 就是等於說我們把這個會期延後 然後朝野協商 讓1月13號OK的話 但是經過總統公告是需要一天的時間 那1月16號草案禁敷二讀的話 地方政府就可以發現金了 那這個柯總召呢 民進黨柯總召就說 這個藍營啊政策飆車搶功勞 不要講什麼四天就發錢啊 這是給民眾一個不當的期待 但是呢國民黨的曾明宗就說 不要有太多的政治算計啦 明明你是可以做得到的 如果以這樣的事程來說 如果你做得到卻不願意做 想把這個大紅包讓新格魁來發的話 過年之前我們就領不到6000塊的紅包了 那事實上這一次這個6000塊到底是不是一個逆襲呢 因為呢其實之前蔡英文總統一直都沒有表態說 在我們可能這個超收的這些超徵的這些稅收要還稅於命嘛 但是呢 蘇貞昌卻突然就說年底之前要發6000塊 那民進黨立法院黨團群組也發出通知了 請所有的立委 民進黨立委不要出國啊 預留16號到19號的時間 可能就是要通過這個法案 那當然啦也有立委開記者會 上次民眾黨立委就開記者會說 這個財政部舉債150億來發現金好像是好像有點太過分了 好像跟應該要做的事情不一樣 那甚至立委林俊憲他是賴清德的這個非常直系的人嘛 他說放大舉債這兩個字跟造野有什麼兩樣呢 連預算法知識都沒有 你們是實習生嗎 他甚至批某些立委是實習生嗎 但是呢我們來看看整個過程 在2022年12月31號去年最後一天 蔡總統開了一個國安會議 他說財政許可的範圍 他會研議跟全民共享方案 沒有松口要發現金 好2023年的1月1號 蔡英文總統的元旦談話 也沒有松口說要發放消費券或是現金 同時也沒有提到時程 但是到了1月3號時隔兩天 蘇貞昌就宣布要發現金 而且蘇貞昌宣布之後 蔡英文總統在四個小時之後的臉書 他也發文證實此事 所以這個到底是兩個可能啦 一個是他是被蘇貞昌逆襲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蔡總統授權給蘇貞昌 讓他先來宣布 然後蔡總統再跟進說 對對對我也同意這樣子啦 可是呢其實1月4號呢 蘇貞昌宣布要發這個6000塊錢 他是已經前一天取消了跟總統 每個星期三要碰面的一個例會 所以這件事情 這就是當中最有貓膩的一個地方 會不會就是因為蘇貞昌打臉了這個蔡英文 所以蔡英文就蔡總統就兩公了 決定叫蘇貞昌 你現在就可以走人了 現在就下台了 你不用再凹了 我也不餵留你了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總之呢希望立法院的這個 如果真的要發現金的話 就不要拖拖拉拉了 這個時程快一點 讓這個人民今年可以耗過年 畢竟今年通膨真的非常的嚴重 不過話說回來 前財政部長蘇貞榮 他卻是批評還稅於民是個假議題 但是他的這個批評也讓藍綠大炸鍋 蔡政府要還稅沒人發6000 但前財政部長蘇貞榮 不知道是不是新騰政府竟然這樣說 還稅於民是假議題 如果有多的收入 我應該要還給下一代 而不是借更多錢來花 話一說出口 朝野不分藍綠大炸國 官員腦袋不清楚 你當財政部長這麼久 我說這1.1兆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多少錢去還債了呢 我覺得真的笑死人了 蘇貞榮說還稅是假議題 名嘴聽不下去 開槍蘇貞榮根本只是想包民進黨解套 他都忘了他是原來的財政部長 操徵這個事情就是他搞的 他沒有說錯話 只是因為他太愛當官了 所以他見風死舵的講 但政府還稅與民到底該還多少 政院說沒人發六千 國民黨炮轟應該發一萬 民進黨再加碼 要幫農民帶繳農保和植栽保險 一年報費一千元 但當大家為民生意提仇的兇 外界炮轟蔡總統 卻一點聲音都沒有 反倒為了巴拉圭一張訪台 超開心臉書一天發三篇文章 網友灌爆蔡英文臉書炮轟 是來領紅包的嗎 這次他們來要多少 巴拉圭也要來新竹棒球場挖寶嗎 還有人痛罵台灣災變 你躲起來 現在發文是在發紅包嗎 他是嬌生怪養 沒辦法曬坦白講的 這兩年來中低階層的 中低所的階層其實過得很苦 蔡英文總統他其實基本上 就是綁壯而已的 他沒有體恤老百姓的肝口狼 民眾納悶 百姓最關心的柴米油鹽 蔡總統沒出聲卻顧著迎接外賓 還一連po好幾篇文 難道在執政者心中 大內宣遠比百姓的錢 還有重要 記者先用路程一榮 派票報導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GTI714 享有折扣喔